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子风实验室 这个流声机啊 做的我各种头大 所以打算日后再更 先来看看上次显微镜之后 大家给我出了些什么点子 于是我踏上了 熊爪蝌蚪的旅程 哇 燕子都回来了 但是我就是没找到蝌蚪 好吧 其实我懂大家倒也想看上 既然逃避没用 那我就豁出去了 这期视频呢 就带大家看看 小蝌蚪在显微镜下的样子 首先 我需要准备材料 好了 现在你看到的呢 就是小蝌蚪放大100倍后的样子 已经能看到密密麻麻的一片了 仿佛呢 银色的海洋 我们接着放大到600倍 这个时候呢 已经能看到小蝌蚪的顶体部分和长长的尾巴了 除了小部分看上去没有活力之外 大部分都非常活跃 按照标准啊 只要活跃的小蝌蚪呢 占比超过60% 变异的个体呢 在10%以下 并且呢 能在室温下活跃3到4个小时 就说明你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小伙子了 接着再看看放大1000倍是什么样子 这时候呢 看的就非常清楚了 如果你看的比较仔细 会发现有些小蝌蚪的头部后面 还拖着一团透明的物质 这个呢 被叫做原生质D 蝌蚪呢 是从晶圆细胞减数分裂后 才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 一开始呢 和其他细胞呢 看上去差不多 之后长出头尾 原生质D呢 就是原本的细胞质 剩下的东西 它们会在蝌蚪完全成熟后 自然脱落 所以能看到的 只有少数还拖着这个东西 最后呢 让我把目镜换成150倍的 看看15000倍下的小蝌蚪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呢 就是又增加了15倍 这已经是光学显微性的极限了 聚焦呢 也不好调整 视野中啊 还有好多散射的光圈 看着挺难受的 大家听到最多的说法是啊 人生就是一场比赛 从出生之前呢 就已经注定了 当初那个跑得最快的小蝌蚪 就是现在的你 其实还真不一定 小蝌蚪和卵子啊 并不是一碰面 就能交换遗传信息 它们还需要释放顶体酶 溶解卵细胞周围的放射罐和透明袋 这往往是一个多人合作的项目 会浪费小蝌蚪大量的活性 所以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等其他人把活干得差不多了 哎 你凑个热闹 兴许就刚好赶上了 你看 一切都是偶然与随机 那么视频到这里呢 就该结束了 还是老样子 行动点赞最多的 让我用显微镜看什么 我就看什么 为了不让间断太长啊 我再做个下期预告 美元和人民币 到底谁的做工更好呢 下期视频呢 我就用显微镜给大家对比一下 好了 这里是子风实验室 你的关注和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